楊博第17 簡而言之 常常講虛偽 從頭到尾 大部份都是講不同程度的虛偽 怎樣處理它 從第一段 楊博又見孔子 孔子不見 整段都是假的 楊博想見孔子 不是想送禮給孔子 不是想送禮給孔子 孔子回禮給楊博 其實孔子不是想禮給孔子 回禮給楊博 楊博說的話 是哄孔子 孔子說不將事 而是哄孔博 在這個世俗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 虛偽的情況 我們看看如何處理它 而在處理的方法 也不只是一個 就看你自己的境界層次 你又會有很多 但是呢 我們上次講到 好像是講到第九句 第八、第九、第十、第十、第十一句 都是一個總編 第一句 首先來說 第八句 六言六幣 其實孔子就說 六言六幣 我們講過應該就是 當時的言語 不是孔子作出來的 就是當時 孔子已經說 有人說 是有六種言 言 我們講過可能是 和言德的言 是提音 但是這些言德的事情 如果做得 不是處理得好的 會變成六種 不同的弊病 好人不好 其實是 人的弊病 就變成愚 智的弊病 變成蕩 信的悲病 變成賊夕的悲病 變成搞勇的悲病 變成亂 光的悲病 變成狂 究竟是言 或是弊 而是弊 它重點是一個字 學 好人不好學 好字不好學 好信不好學 好人不好學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去 真真正正正 想有這個言德 或者是這樣的 言 我自己覺得可以和這個 言字相不配 因為是弊 分別就是 有沒有學 好 所以下一句 孔子就是 下一句 就是小姐 何莫 學 符思 思可以輕 可以觀 可以群 可以遠 可以之是負 遠之是君 多識於廟秀草蜜之名 那學在哪裏呢 孔子說 從學師開始 接著第二句 你學 怎樣學 學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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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件事 我們就是 在一個 學師 學的方法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去學 而我們知道 其實孔子的學 指與四教 就文行忠順 指與四教 就文行忠順 文行忠順 文 我們讀過 學師 而第一句 第一句 第四教 出則弟 這是第四教 這句 即是第四教 裡面的總括 第四教 出則弟 謹而信 分愛中 牽親人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我們孔子來說 就是 做完之後 你學文 學文 文是甚麼 文 這句就是 我們說是禮樂 禮樂 禮樂裡面 也都禮 包括了 詩書 液禮 進修書裡面 禮樂 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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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詩書 不是詩書 禮樂 射語書數 射語書數 就是文前一本書 書呢 就是詩 書 液 禮 春秋 以恆以前 詩書禮樂 禮樂 以前也有個學 後來轉生完了 沒有了 當它沒有了 所以 他教 學的時候 教的時候 就從文開始文 就是 體內 而在書院 就是從 詩 開始 但是 也都我們看到 先進第十一 的第二句 孔子 他要求他們的成就 孔子的要求成就是什麼 就是德行 然後就是言語 然後是正事 然後是文學 以文為先 成就 以文為後 這個孔子的 如今的思想 我們從文去幫你去入部 但是真真正正 從文 你希望得到出來的 是德行為先 而德也就是 至於道 據於德 依人 如於偽 那個德 所以呢 在這裏 我們說 所以孔子 他說 剛才第八句 六言六幣 你這些 那些 好的 如果你是 不做得 沒有學 會變成 幣 那學 從哪裏開始 學師 開始 學師 開始 而孔子 我們看到 其實孔子 在論語裏面 講的 記載 不少的 很多時候 都會引用詩經 反而其他的 上書 液經 很少引用 極少 不是沒有 一流字 但是 詩經 亦都說 是入門的 在以往來講 入門的一個科目 我知道沒有三字經 沒有千字文 沒有弟子規 那讀什麼 詩經開始 就從詩經開始 那為什麼要學師 他就說 然後 他就說 何莫 學符師 為什麼你不學師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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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你不學學師 用一下詩 才行 他說 為什麼 詩 詩的功用 很大 但詩的功用 大在哪裏 我們可以這樣說 詩的功用 不是說正是 我們以往 曾經看過 是 C 可以興 可以 你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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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侶者 可以 以怨,以之是負,遠之時君,多色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色美。 學師有七大好處,七大作用,我要注意的一個字,可,以,這兩個字,很多時候讀論語就掛著這七個字,就符合了可,以,這兩個字, 可以,這兩個字,有文章在這裏,先講講,輕,觀,憑,怨,是負,是君,多色草木,盡,壽,草木之名, 師,可以做甚麼事呢,首先來講,可以輕,輕就是將你輕發你的感情,輕發你的感情, 我們知道,在,在我們,輕發我們的感情,我們將我們的感情能夠輸發出去, 所以,C呢,其實它的體裁,大家知道,有六種體裁,風雅仲,負,比,慶, 亭,亦都是甚麼,負,就是負,比,慶,雅仲呢,就是五種,三種不同的體裁,在不同環境之下用的, 風就是國風,文歌,不同地方的文情的文歌,雅,小雅,大雅,就是大夫,諸侯他們的天子, 諸侯他們做祭祀,都是用的,仲呢,就是於是, 要在家製和歌頌這些,大仁的品德所使用的,負,比,慶,但它的作法呢, 就是有所謂負,比,慶, 負,負,負是甚麼,直接說,鋪陳,直接,直接去,鋪陳, 他說好,但不好就不好,這個是富穎,直接說, 腹, frustration rest,是比,也就是比方邀文, 用一些比較 即是這些人 石鼠石鼠 你這個人好像大老鼠一樣 就發覺這些人專門吃光 我們用谷倉裏做的東西 自己不做自己養他肥 我沒有東西吃 養人比較 慶就是托事決問 慶就是看第一件事 我們聯想到第二件事 大家都知道我們著名的周南 第一首關追 開始說 關關追求 載何之洲 關關追求 關關是甚麼 叭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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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鳥子 要我們唱歌 於是他聯想到 我想去追女孩子 那些是求求的聲音 關關追求 載何之洲 他想到 要求淑女 君子好求 原來這個鳥子就是求求的聲音 於是否他 取我的聲音 我相信我自己求求的聲音 於是否他就著文王去 取了他的老婆 再講到他老婆 托事於文王 這個也是作一個比喻的 肥就是我們直接做一個 演語 慶就是隱喻,都是比喻 其實這個喻的方法 就在詩經那裡已經開始有 用一個隱喻或者直接的顯喻方法 去將我們的神感情 將我們的聯想到的思想 將它顯示出來 就是慶 其實包括了負比慶三種的方法 當然這個慾這個方法 將來發展到我們現在讀莊子 在莊子這段法 彼得臨尼晉智 這個慾就 啊,慾言 於是乎莊子最了不起的是 慾言 慾言就不是衣索獨有的 莊子早過他2000多年就已經有了 慾言,現在是甚麼衣索獨言 格蘭語言 那些是否能偷我們的東西 偷完又不賣 那就算了 不要緊 我們好東西多的是 拿去上去 我們還有大伯 我們還有大伯 所以慾 我曾經在宗老師發了這張 指給大家 這張貴窄觀周樂 大家都有嗎 好出名的一篇文章 我記得好像在星期二那班用過 以前我大部份在星期二那班沒有用過 有沒有人見過 沒有 見過 沒有 星期二一定會用過 不過不要緊 這個很出名的一篇文章 貴窄就是吾國的一個公子 當時吾國 吾公子 貴窄 他排後第三 叫貴窄 他排後第三 他吾國公子來到老國 你知道老國保存當時周朝的文化 保持得很好 因為他就是由周公作樂 周禮作樂 他直接是周公的子孫 是做老國的諸侯 所以老國就是保存周朝的禮樂 是保存得最好的 所以吾國公子 故意來到老國說 我想來學習 我想來做考察 我想請觀於周樂 觀於周樂 我們看到 樂不是聽 而是觀樂 因為當時唱歌跳舞 一起用 以及禮儀整個禮的過程 禮樂 所以樂是一齊兩樣東西 所以樂不是只要來聽 要來觀 因為他一致作周樂 一致他將禮 演繹出來 在這裏 其實這裏很長的 我不會和大家 現在 怎麼說要講 很久講三四堂 那麽 於是乎 始功為之歌 周藍 趙藍 於是乎 好 周藍趙藍是什麽 詩經裏面的 第一 和第二 第二章 在國風裏面的 第一章就是周藍 第二章就是趙藍 所以你看到 詩經 本身就是樂 本身也是禮 於是乎 於是乎 老相公 老相公 二十九年 老相公發言 好 你來到 我們就 給點東西聽聽聽聽 唱歌周藍 趙藍 於是乎 吳公子 貴室 他就說 美在 哎 自己之乙 由美也 言勤 而不願意 啊 好啊 真是 好非常美 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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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之乙 啊 自己之乙 啊 這個 這樣的音樂 能夠奠基你周藍的文化 就在這裏 這個 這回答 都很高明的 他聽得懂得從他的音樂裏面 聽到他裏面的 的境界 的確是 周藍 趙藍 就是周朝 就是周公 趙公 他們剛剛始創 當時 他們當時的 情況 作出來的 一些 的惡 周朝還未曾真是 發揚光 但剛剛才開始 他說 一聽他就聽到這個 刺激之義 他說 打基礎 非常好 打得非常好 但未曾完全發揮出來 未發揮出來 而 恨而不願意 但是 這位 作曲這些人 這個人 周公趙公 非常勤力 他做得很辛苦 你說辛苦 他說很幸福 他說 沒有怨言 一點也沒有 看到周藍 趙藍 那個音樂的 境界 他看到 這樣 這個境界 好了 他就說 為之各背 容偉 他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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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再冤婦 他就笑 憂而不困 也 憂而不困 者也 這個人 這個作者 這個境界 非常深 雖然有憂患 雖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 他不會讓一些憂患 困到自己 不會自己覺得有不開心 因為他能夠做到 人不知而不患 他就說 不避外境所心妖 這個 不是 我聽到 以前 衛國 康叔武功 他們能夠做到 這個境界 這些是不是就是衛國的風氣 啊 是啊 好意思 接著 衛歌王 於是 他就看 是 周王 周王 當時的 在 經濟 京城的 那些音樂 他就說 未再 之而不拒 其周之東府 啊 真是 好好啊 這個真是 他呢 他呢 能夠 他思義而不拒 他發覺呢 能夠去 正確思想 於是 他什麼 都不用擔心 啊 其周之東府 但這裏是有問題的 已經出了問題 其實周朝快要去東遷 因為這裏是景界 周皇要去東遷 其實是有憂患的 但其實他都不肯 因為文化夠厚 惠哥鄭國 你在其西爾虎 問不堪也 似其先旺虎 他說鄭國 聽就好聽 但他的景界 不得大 不得深 細 專門說成城城塔塔的東西 也不是大原則 大道理 問不得不得 文 只做這些事 演變的 這些 似其先旺虎 他說得分不得外 會更重 鄭國的事 鄭國之恩 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一直去齊國 齊國 米洲有東西啊 殃 men 附大功也當 這跟剛才鄭國不同 鄭國專門把綠豆尖河堤合 牧師方生事 可能那些後來爭氣疾 少年不知仇之味 愛放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為乎生事強說仇 那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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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的 齊國不同 漾漾大國 這個真的 那個氣派很大 表東海者其他功夫 這個 在東海那裏去做一個表述的 這個是太公 將太公的後裔 後裔 他們傳下來的文化 國未可良也 這個國有這樣的境界 有這樣的音樂 前途未可 於是日後 你能夠變成霸主 於是就成功是霸主 這次是霸主 那個 那個 的那些是 那些是霸主 美洲去蕩符 落 惡而不游 其周公之東符 這是不是周公 是去到東面那裏 那裏 這個呢 到時來講 已經變成了 周朝的東州了 但是呢 他來到這裏 我依然沒有遺失到我們自己的文化 都還在落入 為止那個秦 秦就是陝西 西面的牛 此之為下聲 否能下則大 代之也 其周之駱老虎 秦朝 這些聲音很厲害 夏朝有些古老的聲音 在引引下來 夏雙周 所以我們雖然是周朝 但是這些聲音就有從夏朝的文化 一直引來的 不能下則大 能夠去追溯古來的東西 這就是自然 他心胸盼大 大之自然 其周之駱老虎 是否我們周國周朝 我們以往的 的確確是 因為我們周朝以往就在陝西 就是在西邊的 就是跟後來編齊 周朝 一直走走走走 不說太多了 否則就變成說 香港作成藥 走走走到最後 最尾一句 我現在就是敬武 這是《敬武》 《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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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讀過 《敬》 就是《敬信》的音樂 《敬武》 《敬武》 未盡美意未盡善也 未盡美意未盡善也 我們以前已經在 8日3月的第25區 8日3月的第25區 紫維曹 孔子就說了曹國 盡美意又盡善也 盡善盡美的 貴母盡美意未盡善也 孔子就說 帝俊的音樂盡善盡美 武王的音樂盡美 但未盡善 為甚麼 因為帝俊是靠善讓得到天效 而武王雖然雖然吊文不追 雖然推翻帝俊王 但又有用武力 所以依然未盡善 但他聽到曹國都說 特貝俊說 得志而哉 這個他到最高境界了 大宴 很大一大 如天之無不囚也 他的境界好像天一樣 所有東西都能夠去 天無不浮 地無不在 他能夠包含所有東西 如地之無不在也 天無不在地無也 好像天地那麽大的一個境界 吹甚 吹甚 聖德 其滅 已加於此意 那麽大的一個 聖德 最大的 非常之 大的 德行 無以所加 那麽大 觀止意 不聽了 算了 去到這裏 見好就收 現在這本書叫古文觀止 就是在這裏出來的 去到這裏 我不再聽下去了 為什麽 若有他惡 不敢請義 我不想再聽了 因為我現在聽完這裏 我已經知道 惡的最高境界已經我聽過了 其他那些 我聽不就已了 請觀止意 這裏其實如果要說 就逐一 以此解禁 逐一逐一 國的 他們的事 有排行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只不過想解釋這句 可以觀 透過惡 你就可以去觀察到 透過惡 你可以知道了 當時的文化水平 當時的境界 當時的文風 去到哪裏 可以觀察到 這個是學詩 詩亦都知道 當時是周南朝南 開始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們在學的一部份 虛群 虛群 因為自然你能夠 你能夠 詩 我們孔子的房長 詩它的特色是什麽呢 上次給了另一篇 講詩 詩是昏優 公子 孔子 詩可以做到昏優 敦厚 詩靠也 對嗎 記得上次我們給了一篇 給大家看 有沒有人補的 溫柔敦厚 詩教人 你既然能夠做到溫柔敦厚 你就能夠去跟其他人很容易相處 可以跟其他人很容易相處 可以怨 怨是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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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就是 有時你發覺有些 真的不是那麽好的東西 可能你發覺 你覺得就算政府有些東西 你覺得不太對 總之不太對 如果你懂得學師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那麽辛苦了 三十幾度出外面遊一下 你真的 不然遊吞口 著手思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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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諷刺一下 去去把你的心情 去把它表達出來 那就沒事了 就這樣 痴冤就是 冤就是 冤就是 可以做到什麽呢 可以做到痴相征 痴相征 痴相征 你可以用痴 去表達你的心情 然後痴相徑 可以做到 是言之無罪 言之者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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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甚麼不滿意的 不需要那麼粗暴的 不需要那麼大張旗鼓的 你將你的表達成粗暴 其實你可以用你的音樂 用你的詩 就讓你覺得要說出來 當然以往來說 沒有民意調查的 但以往為政者非常之最重民意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一個官 一個官的工作叫做甚麼呢 叫採師官 以往諸侯才指有個官 就要到處去聽那些 找採師出來 告訴那個統治者 他們知道人民在說甚麼 人民唱歌說甚麼 他們知道人民的聲音 所以那些人又可以 怨又可以 怨又可以 這個就是說 因為所以我們學師 就可以發揮你的感情 好的 你是發揮出來 不好的就發揮出來 但是發揮出來 非依然無論你怎樣發揮出來 不失溫柔頓口這個方法 不需要那麼粗暴的 不需要又扔銀 又扔東西 又扔丁丁丁丁油彈 你不用了 我們現在用詩這樣 這個有詩 我們自然而可以非常之 可以表達出來了 以之事故 以即近 遠之事君 用詩呢 這個詩呢 你就可以用來去 事負事君 事負事君 這類都就是說 我們 事負事君 是同一樣東西 那譬如我們 找回頭 我們在遺聲第二的二十一句 說 為好之若 子於是不為徵 他說 為何你不為徵 他說 子若 若書運 孝父為孝 有於兄弟 知於有正事 亦為徵 提起為為徵 他說 其實 孝帝也都本身就是為徵 當然為徵 如果你有詩的概念 你可以以 以之事故 以即近入 這個 事負事君就是 你家裏 你就用詩裂兵戒去行效 然後 你出了家裏 你就用詩裂兵戒去 去 事負事君 去為徵 然後 還有甚麼呢 他說 多色於鳥獸草木 師不平 現在我們學通識 通識很簡單 通識最好課本是甚麼 詩經 詩經就是通識 木詩經就 可以學通識 裡面 詩經裡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詞 有人做過統計的 詩經裡面 鳥 有多少種呢 有六十三種 四十三種鳥 修 含修呢 有四十種含修 然後 蟲 蟲 有三十七種 三十一種 蟲 土 二十七種 糀 二十四種 蔬菜 三十八種 若 十七種 花火 十五種 樹木 好,43種 的確說,詩經裏面有很多這些 尿壽草木之名,不單是尿壽草木 尿壽、蟲、草、菊、蔬菜、藥、花果、樹木 很多不同的名稱都在詩經裏面 所以讀完詩300之後 你自然就有通識 所以最好的通識貨本就是詩經 這個就是我們叫通識貨本 於是我們看到小子學莫學符師 為什麼學師呢? 學師有這麼多好處 學師有這麼多好處,當然要學 又可以興、又觀、又平、 差不多大好處 如果是何莫學符師呢? 要學師 但是學師來講過了 很多時候看這句就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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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 來做這些 可 可以 但這不是她的最根本的作用 這不是她的最根本的作用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唉 我們 入口牛刀可不可以來劃雞嗎? 可以的 確定容流動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我們來上課 正在那時睡覺立得閒 可以的 可以的 沒話都不給你 約食客都不錯 可以 可以的意思 這個不是 詩的最核心 功效 但是 很有用 睡覺也很有用 睡覺也不夠 現在睡覺也好 沒錯 沒有人好 可以 所以這幾句 這些全部都是很實質的作用 很實質的作用 法師有很多很實質的作用 陷你們 來啦來啦 讀詩 讀詩有這麼多好處 但是真真正正 學詩的真正的作用 在這裏 跟著一句 在這裏 只為白如 與為周南 照南以赴 這個雲 與為這個雲 就是學習的意思 在這裏 有否學過周南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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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周南照南 就是在詩經裏面 第一開始就是國風 國風裏面的第一第二章 就是周南照南 周南照南就是當時來講 周公周南 就是周公 兩兄弟 是吧 周公 他們呢 自己分工了在京畿南邊的地方 那裏 他們非常之勤勁愛民 而他們也在講 我們看回剛才那裏面 貴澤 周周 開始的說 始終那個周南照南 是美在此基之也 這個呢 就是 貴澤說 周南照南 是你去做人 去為精 去為學的根基 就是這裏了 所以這裏是最基本的 所以你知道 從這裏我們解釋到 周南照南呢 就是此基之也 就是做人的根本 就在這裏了 人而不謂 連周南照南 其由正場面 而立也遇 他說 如果人 連周南照南 詩三百都不用學了 周南十一首 再前南十四首 兩個二十五首 二十五首詩而已 你學完之後 你會有根基 根基 這個就是 所以孔子來說 詩三百 我們在 來聽第二 第二句 詩三百 一言以廢之 若詩無邪 三百首詩 的確確 其實是 圍規南 一個是 詩無邪無邪 邪的反面 是正 無邪 就是正 思想正確 思想正確 不是政治正確 而是道德正確 你從什麼開始 從周南照南略開始學 你從十一首詩 事實上十四十十二十五首�詩 不管由這堂堂堂堂堂堂獐 的要求 你便相報 我們自己還有 網友 三百足 對著 對著快床對著夢霧場 那怎麼辦呢 於是我們停留在那裏 我們永遠前進不了 永遠前進不了 但其實我們孔子就是 我們要求孔子最讚美的顏冤 顏冤他是孔子的大弟子 在紫刊第九的第二十句 紫刊第九的二十句 孔子說顏冤 只說顏冤若適乎 可惜死了再快死得早 但不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如果你要學顏冤 你就不斷前進不斷前進 無以停止的無以止境的前進 這就是學能夠不斷前進 但如果你連周南、趙南都不學 最基本的二十年、二十年首詩都不學 你就無以前進 等於你已經擋住了牆 擋住了牆 擋住了牆 可否看著牆呢 不是的 你是前進的 而周南、趙南有什麼特別呢 周南、趙南呢 裡面呢 情歌很多 第一首班追 就已經是講追女仔 就是米經 周南、趙南呢 就是講男女相太后 然後夫婦之道 尤其是講很多夫婦之道 班追就是講夫婦之道 而講夫婦之道 周南、趙南 就是 周南、趙南 周南、趙南 就是 周南、趙南 而一開始呢 開始他講 樂得熟女 但你不要以為 以防古人 好像很死板 真是目不邪事 不是的 看見美女仔 他都很旺 沒有問題的 不要以為他 真的是那些木頭人 這樣才行 樂得熟女 叫什麼呢 以配君子 男女要有交配的 要配君子 三光之手 三光之手 分臣父子夫婦 三光之手 先從夫婦開始 所以其實夫婦的關係 你有這個音一樣 背了之後才會有家庭 然後才會有家 然後才會有國 然後才會有社會 所以這件 夫婦之道 三光之手 是夫婦之道 皇教之端 故 人 而不為 人而不為 就問 是 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要從 所有的東西 就是從根本開始做起 而在一個社會那裡 的根本 我們就是在夫婦之道 所以 夫婦之道 在孔子來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 我們在學而第一 學而第一 我們知道一二三四五其實是一個總綱 總綱之總綱就是第一句 跟著他講學 第六句開始講學 弟子入則孝出則孝 異信犯哀宗 移親人行有餘力則而學文 這個就是弟子從很小 開始要考這些 一到成人了 跟著那句是什麼 言言逆色 你看看 論壁鋪排 很有考究的 第一句 從小時候開始 一到成人 跟著他就講言言逆色 言言 就是我們去 言 一個言系的動詞 我們就是去珍惜 言 言熟的 取妻求淑女 逆色 我們要用這個言 第二個言去交易 換了美色 不是要靚 但是要言熟的 首先來講 只是要言言逆色 做了這個言之後 世父無能結其的 是君人之處於身 這個就是 一個大人成人 當時 你自己成立了一個家庭 有家才有國 從這裏開始 就是夫婦之道 夫婦之道 在周南、趙南裏 就是講很多的夫婦之道 在周逆 周逆 周逆 周逆有一個 罪瓜 周逆 十逆裡面 其中一個是罪瓜卷 罪瓜卷 那裏 他也講過 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 有父子 然後有分手 這個分手 在這裏也都是回應方全神 分手 所以在周逆那裏也都講過 在三綱來講 夫婦行先 然後固執 然後到軍神 所以這個 周南、趙南 孔子編 周南、趙南 他們很多是講夫婦之道 齊家之道 你先做這件事 然後你才可以繼續去 你自己的人 一起走前 你那些東西 家不齊 你想去持國 齊平之下 孔子說 可以的 所以這個 周南、趙南已闊 從這裏我們看到 剛才那裏說 詩 可以興 可以不 可以不 七月可以 全部都可以 但真真正正 是 你去回周南、趙南 他們叫做什麽 為人之道 學做人 這是實詩 教你學做人 詩來講 真真正正的 不是只要來做兵 官、貧 那些 全力可以 真正的 讓你人能夠前進 你不可以對著夢長 不可能前進 學了詩之後 你能夠人知 明白了 做人的道理 人者人也的道理 孤苦一定是兩個人的 所以就是把人的境界去提升 真正的詩 為何要學詩 因為我要學人 不是只要學 不是只要學 很多很多 剛才那些的作用 全部都可以 但是 不是最重要 跟著孔子再去 加強一下 他說 禮魂 禮魂 欲罰 魂負債 惡魂 惡魂 忠苦 魂負債 他說 禮魂不禮魂 我們教學禮惡 其實是禮魂的其中一個入門的功夫 但是 我們學禮惡 記住 記住 不是看外在的東西 禮 肉 魂負債 肉就是 一些很珍貴的肉 白就是給布 布 布匹 禮 是否就是 送禮 送珠寶給你 魂負債 你不是在這裏 他說不是 不是說你 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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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音樂 忠鼓 是不是你自己叫忠鼓 又有坑 又忠鼓 又有琴 又有琴 很多很多樂器 他說 不在那裏 那在哪裏 我們看回 在白日第三 第三句 第四句 我回應 他說 孔子曰 人而不仁 如禮行 人而不仁 如惡行 禮惡 禮惡的根本 就是一個人字 禮惡的根本 就是一個人字 所以 禮惡 如果你是禮惡 跟著第四句 臨放問禮之本 只要大再問 你問得真好 禮 禮的本質是什麼 禮 與其奢也 靈劍 禮 要好奢 奢華 奢侈 玉白 好多好靚的玉 好多好靚的布 好多好多物資 給你 好多奢侈 靈劍 我不要 我寧願 很健博的 桑與其 逆也 靈劍 桑與其 逆也 你要做的事 全部都做了 真是 大廚店 整間都包了它 然後 去送上山 叫200架旅遊巴士 一起送你上去 有什麼用呢 靈劍 這些人都好像去旅行 這樣做沒用 我呈現你真是 心中有悲哀 所以 禮惡 禮惡 全部 得在 愛在 而禮惡的本質 就是人 就是學人 剛剛 我們也在說 以為 藍著 學於父 人而不予 雲青場面 就是 為何是學我們學師 學師的目的 也就是 不是說我們能夠學這個人字 而不是說 學很多很多的作用 它作用有用 是很有用的 只是的確有用 但是 不是 這個不是的本質 所以 現在來說 我們中國文化 傳統文化 斷層了一百年 我們五四運動 運動開始計 五四運動 剛剛在百年前 發生的事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 開始一個目數 現在大陸那裏 中央政府從習近平開始 一直 全國推幻說 我們要回復 傳統文化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但是 現在的現象 雖然 因為已經斷層了一百年 所以 雖然他們要去 傳服傳統文化 但是真正要明白 傳統文化的 老師級的人 極少 所以 現在全國 周到都見到傳統文化 現在在深圳 廣州 北京 在加英頓 四十年前 就說 不要忘記 我記下心就真 然後 二十年前 我們 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現在 發覺有很多 不喜歡的 又有論語 又有老子 很多標語走出來 好事 但是 現在 很多人 對傳統文化 有些 教育部 明文的一個指引 就說 要傳統文化 入校園 這樣 最近這一年 兩年 就有見很多 校長拋頭 怎樣 入校園呢 這樣 都好 他們懂得拋頭 香港的校長 都未懂拋頭 但是 還未知道 這個世界 有些先知先覺的 有些厚知厚覺的 有些不知不覺的 我們 現在很多不知不覺的 外面 翻枝覆地做的事 他們完全不知道 這個過程 都是過程 要是說 他們拋頭 怎樣 要是說 很多時候 會將 讀經典 好嗎 讀經典當然好 但是 讀經典做甚麼 讀得越多越好 這樣就錯了 這樣就錯了 很多經典 不是說 只是要來去 去圓意 讀了 讀了 讀二百次 好 就好 但是二百次 如果你不能夠改變 自己的心境 那 只不過去讀了二百次 所以現在 很多時候 都將 傳統文化 作為另一種 知識 文化 現在這一兩年 就從很多 學校去 校長 在抽中 不是這回事 教育部 說得對 傳統文化 入校園 他們一想到 傳統文化 入課程 課程 是因爲 課程已經派到滿滿了 有時間 於是課程 很多問題出現 首先 課程 沒有教案 沒有教材 沒有教具 學習 沒有學過 教育部 教育部 老師 沒有教過 考試 考 老師 也沒有理會 教學 女士 都不接受 最後 叫他 male 課程 都不接受 沒時間 教育部 教育部 每個老師都跟校長說 我要多些課士,你給學校就對了 老師就說不,校長說不行,你要讀經典科 搞錯老師,校長,你搞什麼? 你夠不夠忙嗎? 找些我們不懂的東西要交 一堆研究出來 我就說不是啊,不是啊 這個入課士好,你第二次入 入校園,校園這邊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有全部的想法的影子 那你就用了第四規 第四規你用得哪句就不用哪句 真是 你能夠真是 用這聲音,有這後,下了這句 醫學會吃飯,當時就教老師 學了吃吃吃,就沒有飲食到你 男朋友就給老師吃吃吃吃 然後老師吃吃吃到你 這句話很簡單,就入校園了 但現在他們很多時候 還未一步步過程,這個過程 就是畢竟過程 所以現在來說,我們就著孔子的時期 很多人不學師,學師為甚麼? 因為前面那七個好處,七大好處 不是啊,學師不是那七大好處 你學師之後,你生命可以繼續去前進 你的人質,你可以去落實 而如果你不懂這件事 你只是關乎在外在的禮樂 有幾多篇鐘、有些篇競 有幾多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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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分享到核心那裡 所以這幾句一直下來 就是其實 現在很多時候 在當時孔子時期 禮崩惡壞的情況 很多人對禮惡是有誤解 但以誤解來說 總之說 都好 就算是禮惡 你只是要學新的 但現在人們不學 先哄你入閣 學禮很好 有用 又有七大好處 於是現在我們在香港出行兒童讀經 讀經的人說 我們做甚麼 不要緊 給人證書 就算是你們 即使是歸屎家 香港大學 還有中文大學的錄稿 很漂亮 有證書 是呀 有證書 引你入閣 總之是 引你入閣 學了 學思 引你入閣 入了才算 任何人好一點 到黃心節就是 可以這樣 可以那樣 七個可以 其實到最後 真真正念就是 你學完詩之後 你就不會說正常滅滅 你就有附路可以走 如果你沒有路走 你生命中沒有路走 而不要搞錯了 你惡不在外在的接見 是你內在的人 人 與人的心境 所以這裏就是 九十十一 其實一直發揮這件事 就是當時來說 在禮崩惡怪的情況之下 很多虛偽的事情發生出來 有些人不學禮惡 或者學禮惡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去公理的目的 但是這些孔子就 到尾 不是這樣 但是 不要緊 做了先 也好 下面呢 下面的三句 十二 十三 十四 這三句呢 又是一個總別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不是知道一個總別 你逐句逐句讀 這些有些人 真是無理會的 突然間整句 這些就是突然間整句 突然間整句 編排得非常之有道理 這個就是 現在你說的就是孔子 十二 十三 十四句 就是當你這些人不可以學 不可以學的時候 於是乎你的生命境界就會下沉了 生命境界下沉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說生命境界下沉 可能白說 從書人變小人 小人變禽心 禽心 禽心不如 但是 這些是聰明一點的 孔子呢 你講得是文雅一點 和深層次一點的 這句說的是三個不同層次的 缺德的境界 就是 真是這個境界 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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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是怎樣的呢 第一件事 適例而內飲 氣諸小人 其由村遇之道也語 出色黎來入 我啊 其由村遇之道也語 這個村遇就是什麼 畫個洞 畫個洞 或者是 畫個洞 或者是穿過你的窗門 我走進去 去偷野 村遇之道也語 這個呢 就是偷野的 不是去搶 不是這些 尊儀之道 不是那些江洋 大盜 明刀明槍 去搶 殺人放火 不是啊 這是小偷來的 這些小偷是怎樣的 小偷呢 啊 兒子 一定要定的 你不要亂這樣 不要一定要 你 坐 那樣出來 適例 於是乎 非常之嚴厲 非常之 好 好 嚴肅 好 鎮定 而內飲 其實心 很害怕的 其實心很害怕的 心很害怕的 那麼 氣諸小人 這些呢 就是小人的一個境界 其由尊儀之道也語 其實這個第一個呢 就是說 那些人自己 沒有得行 他知道自己沒有得行 那於是乎 戰戰經 竟然會作 行我又得行 那其實心呢 是自己很害怕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原因 尊儀之道也語 小偷 小偷的原因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第二個原因是 鄉縣 鄉縣 得知賊也 這個是明東明赤 賊 就是明東明赤 鄉縣 鄉縣 鄉縣是甚麼呢 那些老好人 我們剛才給大家講一篇文章 在下一道 我們 孟子 解釋鄉縣 解釋得很清楚 就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最下面那裡 有沒有找到 兩句 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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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縣的人是怎樣 他能夠做到 非之無舉也 不適合的事 你看不適合他做的 他沒有做不適合的事 痴之無痴也 那你想去罵他呢 不要從他罵起 他樣樣都似 好樣都似 做得不錯 是這樣的 瞞腐留俗 瞞腐乎 傻昏勢 於是乎 他給予擔從足 於是乎 你說要做的 那就要做 沒問題 老好人 你說要做 沒問題 居之始終信 好似 始 行之此連結 總之就是好似連結 大家覺得好啊 這個人好東西 不錯啊 接著他自以為善 他還以為自己 我真的做得很好 但孟子華 不可語入遙順之道 但這些人 做了一片道貌漢言 道貌漢言好像一個聖人一樣出來 其實不是假的 是能作出來的 這些是甚麼 得自賊入 剛才那個小偷都令心驚驚 他這個人不怕 擺出來是這樣的 個個都說好 這些世界有沒有這個人 都有 個個都說他好 到最後發覺不是那一件事的歌 這些是賊入 剛才那個小偷 小三個自己還怕你 這個是擺出來 你們個個還要讚我的 香怨 這是香怨的 在孟子俊心騙才是香怨 這個就是得自賊入 就是你的武道道德就得不到的 第二個原因是賊入 他自己騙了自己 第一個 他自己自雖 但是他都沒有自己知道雖 所以內陰他自己都害怕 這個他就不怕 因為他自己騙了自己 但是他說這樣來說 你那個墮落 中那層 就是得自賊入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第三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第三 最糟糕的境界 第三個境界 說完再說了 道聽而圖說得之棄入 道聽 這個道聽有兩個解釋 一個解釋就是 真是至於道 道得的道 這個道 道一道用 道一道的話 道一道 可能在《皇后大道中》聽完回來 我走到華街那裏 我就說是敢說是敢說 到聽二逃孫 就將你聽到的東西 不加思考 不加考證 就將它傳播出來了 人魂亦魂 人魂亦魂 於是人魂亦魂 你很多時就會將自己又不去想 自己又不去思考 於是散播了很多的錯的 不好的 負能量的信息出來 這些人 得知棄人 這件事很難救你 沒得救 沒得救 扔這個算數 沒得救 你不單止解釋 頭小一個 他自己還知道心驚驚 第二個 不怕了 沒什麼 他自己的問題 第三個 要害其他人 道徑圖說 首先來講 道德不是要來講的 是要來做的 還有 你一定要去思考 判斷 這個是好的 以及說不好的 眾人家好知 好沒有 好像說 未可入 眾人家不知 好像說未可入 兩樣 你都要真真正的研究清楚 但是很多人現在 不去自己思考 人運益益盟 現在一旦你出到街上 你見到一堆工人 一堆工人 人運益益盟 人家說要抗議 要行右行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人說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 他自己很難的 亦都救不到自己 和他正在讀社會 得知棄也 這是第三個境界 第一個境界 自己還知道 有些事都要收指之心 第一個境界 收指之心都沒有了 第三個境界 還要把你的錯誤信息 就是完全不加思考 聽了回來 馬上就去說 人家說要反對 我又反對 人家說要支持 我又支持 人家說要行 我也有行 完全 這次說 得知棄也 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他沒有去行 他學完之後 又不學又不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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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式說 得知棄也 不得意 這樣就算了 但是呢 有沒有得意的呢 都有的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OK 好 今天說到這個議 好 請大家 請了 面後控制場 調順呼吸 調順心神 我們還要大乘 直線清市恐指 彈此恆禮 一個部 好 大家請 大家請 繼續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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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